三更半夜居然有人跑来按门铃恶作剧 邻居家以四是气声开趴 邀请来个客人 居然在上下楼的时候 沿途乱按门铃 当事人将监视录音器的画面 PO到网路上 希望对方可以诚心道歉 不过呢 辖区远景就说 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社会秩序维护法 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为一时觉得好玩 勿触法网 监视器清楚拍到 三名年轻男子爬楼梯上楼 手居然不安分 接连乱按邻居门铃 晚间十点多上楼时乱按门铃 过了几个小时一群人要离开时 居然又再次乱按 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 夜深人静突如其来的门铃声 不仅会让人从睡梦中惊醒 如果还发现是恶作剧 真的会很生气 当事人表示楼上一丝搬来没多久的租客 在家中举行派对活动 怎么也没想到来参加朋友们 居然这样到处乱按门铃 气得将监视器画面分享到网路社团 辖聚警方表示目前没有接获报案 但也提醒民众乱按门铃的行为 已经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 别以为只是开个玩笑 记得中文林佳明台中报道